最近有位初中同学刷物理试卷时 遇到了这个经典的题目 说天平上两烧杯都装了等量的水 左烧杯用绳子牵拉进墨的气球 右烧杯则悬挂一个铁球 问天平会向哪边倾斜 看到参考答案是挂铁球的更重 这位认真的同学便向学长请教具体原因 对方则找到了此题目的答案解析 说是右侧烧杯增加了铁球排开的水的重量 而左边只增加了气球的重量 所以右边重 但这段解析让该同学看了更迷糊 正当我们打算分析一下 又有网友讲述了更离奇的遭遇 由于他最近手头紧 想把自己的金手镯卖掉 于是来到诚信金店 按流程先检验纯度 只见店员将镯子称重后 用余线将其吊了起来 泡进电子天平上一个装水的烧杯里 看到读书后店员闷头一顿计算 然后面带蓝色地说道 女士请看 此镯子密度是黄金的1.01倍 可能是奸商颤了些不值钱的疑惑额 但你莫慌 我们老板向来仁义 愿意吃亏按千足金价格收购你这破灼灼 算是吉人所及 虽然这两个案例都让人感到些许迷糊 但无论天平倾斜或吊水燕金 都运用了相同的原理 因此本期我们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希望能化解网友的困惑 对于天平倾斜问题 我们还是先看看挂铁球的烧杯里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为此我们找来一个铁架台 悬挂铁球并缓缓向装水的烧杯里下降 随着铁球入水 水面也不断升高 等它完全沉入水中 突然有眼尖的人发现原来这并不是普通的铁球 因为它的表面分布了一圈微小的压力传感器 从回传的数据看 这些传感器采集到的水压随于深度增加 使球面各处都受到了指向球心的压力 而球面各处水压的合力 当然就是铁球所受到的向上的浮力 但这只是造成吊绳拉力减弱 对哨杯又有什么影响呢 进一步观察发现 球面上微小的压力传感器之所以有独数变化 是由于水压推挤传感器磨片发生位移 照这么说 既然磨片受到水施加的指向球心的压力 那么此处的水当然也受到磨片施加的远离球心的压力 因此将水对铁球的压力反向 就是球面处的水所受到的铁球施加的压力 回想铁球入水前的情形 水中并没有什么动静 所以铁球进墨的结果 就是导致水中各处的压强进一步提高 使烧杯受到的下压力增大 由于水受到的铁球压力之和与浮力等大反向 因此烧杯下压力的增量 就是铁球所排开的水的重量 如果把铁球换成乒乓球 用线绳迁拉悬浮 根据刚才的分析 此时烧杯承受了乒乓球浮力的反作用力 使下压力增大 但这个压力增量又被绳子传递的浮力 减去乒乓球的自重所抵消 因此水对杯底增加的压力 只是乒乓球的自重 如此一来 两个相同的烧杯装等量的水 那么内挂工心球的就只增加了球的重量 而外挂铁球的则增加了所排开的水的重量 根据此原理 黄金电谱回收金手镯时 先测量重量为26.44克 然后用鱼线悬吊子进入水中 由于相比入水之前 电子称毒数会增加手镯所排开的水的重量 因此毒数显示1.36克 说明手镯所占据的水的体积是1.36立方厘米 既然知道了重量和体积 于是26.44克除1.36立方厘米 就是该手镯的密度 再除黄金密度19.32克 每立方厘米就是其黄金纯度 结果除下来纯度是金字的1.01倍 显然这和水的密度误差 电子天平误差 以及余线的粗细和入水长度有关 于是在网友强烈要求下 店员又重复测量数次 最后无奈确定纯度大于0.999 所以这个镯子其实是万足金 那么本期的问题是 如果你是诚信金电的老板 又会通过哪些不易察觉的可行手法 在不知不觉中将客户的金手镯纯度降低呢 再来